線上有那個 昭帥昭明威教授 獨理學家 嗨 我們剛剛有討論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 因為台灣看不到中國的疫苗 之前討論了很多 因為有點不透明 那麼今天是有一個 中國自己當地的 疫苗專家 他把那個說明書啊 副作用的說明書 PO上網 當然現在已經被官方刪除了 裡面 副作用多達了73種 有一些很誇張的 包括什麼尿失禁 或者是剛剛嗅覺 你吃的嗅覺可能也有問題 中風了 對 這個是合理的嗎 這麼多種副作用 其實這個疫苗 它的設計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把這個 這個病毒的這個屍體 他把它打到我們人身體裡面 模擬這個病毒 他攻擊我們人身體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樣子間接的 讓我們身體產生這個抗體之後 就可以去對抗 這個這個未來的病毒 嗯 那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沒錯的 所以我們會 講到這麼多的副作用 其實呢 這個都是真的 但是呢 現在的技術呢 我們必須要討論到的就是 這些副作用呢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降低它 讓它不會影響到我們正常人的生活 是可以降低的嗎 所以我想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比如說去打流感的疫苗 嗯 然後打回家之後呢 可能一到兩個禮拜之內呢 你可能就會發燒 然後會不舒服 可能口乾舌道或者是流鼻涕等等 這個其實就是 他的 就是會有這個流感的這種 相差不多模擬的這種概念的這種作用發生嘛 那所以我們如果 就這個新冠病毒的這個疫情來說的話 如果這個疫苗打到我們身體裡面 它會造成的影響呢 它當然包括了就是 它可能會造成 比如說我們的流鼻涕啦 發燒啦 疲倦啦 呼吸困難關節痛等等 好 這個東西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的是 這個中國設計的這個疫苗呢 它 它可能這個技術上面呢 我不能保證說 它是不是真的領先全球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像比如說輝瑞啦 或者是牛津啦 或者是Modera啦 這些公司 他們所做出來的這個疫苗呢 他們的這個技術啊 他已經是用了這個基因轉值 或者是這個RNA序列 所模擬出來的這個這個疫苗 他已經不像是這種 我們以前所說的這種流感 他們這種傳統式的 這種氨基酸序列 所所配對出來的這種疫苗 所以它的精準度呢 是比較高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這個 這個中國的疫苗呢 因為我們說實在話 它的這個這個背景啊 還有它的這個公布的這個資訊 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我個人的評估啦 就是如果說他看到 有這麼多的這種副作用產生的話 那非常有可能 他是用這種傳統的技術 所寫出來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 剛剛大家所熟知的就是 他都沒有經過這種非常完整的 這種人體試驗 所做出來的這個結果 所以才會導致說 他沒有辦法就是在疫苗 然後設計出來的時候一步一步的修正 那為什麼我們會要做這些臨床試驗 而且是做一期二期三期 甚至四期的原因就在於說 他一旦發生問題 我們就可以 及早的把它修正 然後修改他 然後讓他造成這個副作用的機率下降 但是 但就我目前所看到的 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所以我的個人觀點就是說 如果跟這個比如說歐美啦 或者是輝瑞啦 這些藥廠所比較出來的話 那 他的風險呢 相對來說是高很多的 那我再比較一下這個 歐美這幾間 這個藥廠所做出來的這些疫苗 他們的技術呢 就我目前所看到的 因為他們很開誠不公的 就公佈出來 那當然大家很多人也會說 哎 他的這個臨床試驗的時間也比較短 那這樣可行嗎 那其實就我的個人觀點來說 我是覺得 風險還是稍微高一點 但是呢 可以補強的地方就在於說 他們的這個疫苗的技術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他們直接用這個RNA的這個 配對技術呢 直接合成做出來的這個疫苗呢 他的這個精準度呢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可以大幅的降低 這個副作用所產生的這個機率 那所以我們很少看到說 這個輝瑞啦 或者是這個牛津 他們所做出來的疫苗啊 會造成什麼73種副作用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一個 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危險 招帥教授我再請教你 因為現在最新的 在包括英國德國丹麥 這幾個非常嚴重的國家 現在對於疫苗 他們已經開始打輝瑞的疫苗嘛 已經打完了第一劑 現在他們在爭論的是說 第二劑到底要什麼時候打 世界衛生組織公佈了說 他希望說第二劑可以延緩注射 因為兩劑都打完可能保護力比較多嘛 所以 世衛的建議是說 第二劑你在 在21天到28天之後 再打沒關係 這樣可以讓多一點人 先打第一劑 可是 現在呢 輝瑞的公佈的說法是說 你第二劑疫苗 他們建議在21天以內 就打完 比較有完整的保護力 他們沒有辦法確認 在21天之後 再打第二劑 會不會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的國家都在討論這件事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第二劑的時間嗎 第二劑時間 這個第二劑的時間的拿捏 確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關鍵的問題 那21天 或者是說14天或者是28天 其實就我的觀點來說的話 第二劑基本上來說 應該是要介於第14天到28天之間 是越早越好嗎 對 那所以他們關鍵就在於說 他們可能拿捏了一個 剛剛好的一個時間 就是比如說21天 但是28天說實在話也是可行 只是說 當然他的疫苗的保護力 他會逐漸下降 到達了28天之後 可能他的保護力已經下降到 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 當然是不建議28天之後再去打 但是 我個人是覺得啦 14天到28天都行 只是說 21天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中間值 但是也因為這個數字 研究數字真的不多 所以真的很難去 明確的規範說 到底什麼時候注射是最好 OK 了解 謝謝你 感謝你再跟我們連線哦 拜拜 感謝招帥教授 拜拜 謝謝你